有真有意的白菜籠 韓國瑜生氣管理 把牽起來 純肉粹 純肉粹 豆蒜 牽到館館 全台灣給你牽這條 高雄牽這條 真正是白菜籠 牽到真意的鄉外 純肉粹 豆蒜 純肉粹 豆蒜 純肉粹 豆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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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州滿棒 絕對五湯棒 六個紅紅紅 六個紅紅紅 十一 rate日市 選票 再高票 董蒜 來好嗎 好嗎 請 伊翁軍 總司令 謝謝 美菜籠 新取得 韓國瑜 來啦 韓國瑜 動選 韓國瑜 國瑜 國瑜 動選 動選 謝謝 很感謝 給我們最最主要的候選人 二號 我們登記第二號的 陳若翠 還有我們榮譽主任委員 莊啟旺議長 還有我們楊秋興縣長 我們康將軍 還有一位神秘嘉賓 轟動武林 知名度 這個響策海峽兩岸 我們高雄的子弟邱毅 邱前立委到了 歡迎 阿哥我當 若翠所有支持的各位好朋友 各位後援會的 還有各位在座 所以我們林亞欣欣前進 所有弱翠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後盾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市長好 市長好 謝謝 謝謝 韓國瑜 動選 韓國瑜 動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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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位到現在第一個國中期 第一個聯合總部到現在 已經差不多三個月 那個時候 沒有人想到 高雄市的選戰 會這麼這麼的熱鬧 高雄市這次的選舉 不光是轟動 台澎金馬 所有海內外的華人 都在看 阿我們陳若翠那個時候 就對韓國瑜非常的支持 一心一意 從來沒有改變初衷 在八月份 就在林亞欣欣前進 第一個成立了 陳若翠韓國瑜的聯合總部 真的沒有人想到 一個高雄市長的選舉 為什麼 會造成這麼大的轟動 這兩天 日本記者也來了 上個禮拜 韓國首爾的記者也來了 英國的BBC也在報 香港的亞洲週刊也在報 法國的法新社也在報 大家都在關心 高雄的選舉 阿再來說 真的海外五千萬的華人 很多人都在看 高雄市市長的選舉 我接到了太多關心 美國的 澳大利亞的 英國的 奧地利的 孟加拉的 柬埔塞的 中國大陸的台商 好多人都在關心 這場高雄市的選舉 我覺得真的 有幾個原因 跟大家分享 第一 這是一場 以我韓國瑜的 能量來說 是一場 不可能的選擇 真的不可能 你一個人 來這裡 人生地不熟 土地挖下去 三公尺都是綠色的 那你怎麼有可能 翻過來 絕對不可能 第二 我們的對手 民進黨在這裡執政二三十年 要人有人 要錢有錢 要資源有資源 要行政動員行政動員 你怎麼可能 所有的一切一切 第三當然就是 國民黨已經早都趴在地上 被打到幾乎 進入加護病房 最少被打得鼻青臉腫 你怎麼可能 可是這些分析 有一點 他們一開始沒有注意 整個大高雄地區 我所接觸的所有的人 真的 壓倒性 大部分 都是 民心事變 真的是民心事變的太嚴重 太嚴重 我所接觸到 不管是山邊 海角 市區 鎮咖 草地的地方 大家都期望 渴望改變 今天來這裡 挺若翠 你看大家的麻糬 跟我們民進黨現在動完 那個眼神完全不一樣 大家說不相信 老王賣瓜自賣自誇 你看攤販 只要我們的場子 我們辦的活動 每一個跟來的民主香腸 民主掛包 民主蚵仔麵線 每一個小攤商都笑的笑咪咪 真的 因為他們感受到 支持我們的人都是發自內心 我們沒有發便當 所以支持的人一定嘴巴 肚子會餓 嘴巴會渴 所有的小攤商都感覺到 這場選舉 高雄市真的改變 所以各位鄉親 今天我是非常疲憊 大家可以看 而且我是這一次 大家看我沒有穿藍色的襯衫 我基本上都是藍襯衫 為什麼 下午反空污大遊行 我一定要參加 高雄現在兩個最頭痛的問題 第一經濟 第二空污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 高雄的未來沒有前途 集體不解決 高雄一定沒有前途 空污不解決 高雄市民受苦 外面的投資客跟觀光客 也不願意來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參加反空污 參加完全身 濕透透 沒有辦法 所以我今天 換了這件T恤 是我第一次穿 但是在這麼疲憊的狀態 我一定要來陳若翠這裡 我就是要報告 林雅欣欣欣錢金所有的鄉親 陳若翠 有情有義 陳若翠 真的想要幫鄉親來打拼 更重要 陳若翠這次議員的選舉 他的選票 就在當選邊緣跟落選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 我要拜託各位在座的鄉親 如果大家再幫他推一把 多拉幾張票 我們可以讓一個優質的議員 陳若翠 能夠順利的當選 如果大家的票一分散 他說會抓一抓一抓 這個票pack it 只要稍微分一些 陳若翠就有可能高票落選 所以我再疲倦我的生意也沙癢 事實上我的體力消耗很多 可是我一定要來幫陳若翠 大聲的拜託我們的鄉親 未來 韓國瑜如果當上市長 我再三保證 我的用人不分藍綠 我一心一意要打造高雄 變成台灣最有錢的城市 因為我們有這個條件可以做到 如果今天高雄 高雄 先天不足 真正主要都不夠 我們講這個是在扁蕭尾 說夢話 但是高雄 有這麼大的土地 這麼多的面積 這麼多的人口 還有這麼好的資源 這麼好的地理位置 如果今天高雄沒有打造 全台灣最有錢的城市 是整個高雄人的損失 而且高雄呢 還沒有察覺到 原來我們是這麼的棒 我們是這麼的好 所以我一直再三講 高雄這個巨人要站起來 高雄這個巨人睡覺睡太久了 睡了二三十年 從我參選市長 多少人流著眼淚跟我講 有一個小朋友三十歲 到了總部抱著我嚎啕大哭 痛哭流涕 他爸爸十幾年前過世 唯一的姊姊 今年要出嫁 他媽媽不願意他離開高雄 但是他要到福建去上班 因為賺不到錢 他非要去大陸不行 所以抱著我一直哭 所以各位鄉親 你想想看 所有的媒體來高雄訪問的時候 他們的心 我們的鄉親是過得多麼的辛苦 高雄人過得太苦太苦 所以各位鄉親 我們今年 要改變我們自己的高雄 韓國瑜沒有別的 如果真的選上高雄市長 我只有一個目標 把經濟好好的衝起來 賺了錢 讓我們高雄人民過更好的日子 讓我們有多餘的錢 來培養我們下一代 各位鄉親 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我們下一代的孩子 比我們這一代更強大 更有智慧 更有競爭力 更能夠翱翔四海 對不對 拜託大家 在最後的關頭 議員 一定要全力幫助2號 陳若翠 請大家 發揮最大的力量 選票絕對不能分散 支持韓國瑜 市議員票投2號 陳若翠 讓我們一起改變高雄 我們翻轉高雄 我們迎接明天更偉大的高雄 拜託拜託 謝謝 藥師 開手 入隊 烏山 熊 粉 贈